国际纵航 听众朋友,2015年6月18日是著名的华铁卢大战200周年纪念日 200年后的今天,围绕着是否纪念和如何纪念这个战役 仍然考验着已经成为欧盟成员国的相关国家 尽管如此,无人可以否认的一个历史事实是 华铁卢大战改变了200年前的欧洲历史进程 给欧洲带来一个脆弱,但长达100年的相对和平时期 为了纪念拿破仑在华铁卢战败200周年 这一战役的所在地比利时在今年3月就决定推出一款新的两欧元硬币 但在巴黎低调反对后,比利时曾经让步,销毁了已经制造出来的18万枚硬币 不过没多久,比利时又援引一条鲜为人知的欧盟规定 绕开法国的阻扰,首次推出了该国有史以来的两枚纪念硬币 一枚为2.5欧元的黄铜纪念硬币,另一枚是10欧元的纪念银币 这些硬币只能在比利时境内使用 硬币图案是一座在华铁卢战役后建立的狮子纪念碑 还标志着由英国和普鲁士等国军队在这片靠近布鲁塞尔郊区击败拿破仑时军队部署的位置 比利时财政大臣坚称,铸造这些新的硬币并不是为了挑起法国人的愤怒情绪 并非是想在当今的欧洲重燃旧的纷争 因为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 但是,在近代历史中,没有哪场战役比华铁卢战役更加重要 也的确没有哪场战役像它一样激起人们的兴趣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纽约时报对华铁卢200年的纪念活动兴趣盎然 该报写道,毫无疑问,欧盟有更大的问题需要处理 但从小的方面来看,这次纠纷表明了欧洲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以及在克服由来已久的民族主义冲动方面 欧洲开放的边界存在的局限性 本周一当年参与英国和奥地利阵营打败拿破仑军队的荷兰 也宣布发行一枚五欧元的纪念滑铁卢战役的硬币 硬币一面是当今荷兰国王的头像 另一面是华铁卢战役之地狮子山山头的画像 有国际评论认为,法国对华铁卢纪念活动的反应是低调但愤怒的 可以从中看出,尽管过去了两百年之久 很多法国人对拿破仑、华铁卢惨败的历史仍然还难以消化 法国的巴黎竞赛画报看文说,拿破仑当年过于轻敌了 他甚至说,这场战役不过就是一顿午饭的事 实际上,拿破仑当时面对的是以英国王室为首的欧洲所有国家王室的联盟军队 事实上,他们胜利了 这结束了法国军队的霸主地位 也送给欧洲大陆面临衰败的王室政权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 从1815年到1914年,出现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欧洲和平 到了今天,我们看到28国的欧洲联盟 但拿破仑这个失败者的名字继续令人着迷,令人惊呆 有关拿破仑的专注多达7万本,拿破仑成为最著名的世界历史人物 发生战役的那个小山丘虽然只有41米高 但每年吸引着15万到30万的游客 作为法国,这个产生了拿破仑的国度 当然不会去庆祝这场200年前的败仗 就如同法国并没有在2005年庆祝拿破仑最著名的圣仗奥兹德利兹战役200年一样 法国既不纪念奥兹德利兹的阳光 也不会纪念华铁卢的英语 直到今天,拿破仑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仍然是一个迷思 既有崇拜也有遗憾 华铁卢战役的惨败是必然的 还是因与气候、军事调动等因素造成的偶然 不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 华铁卢战役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进程 欧洲的19世纪就是从1918年的华铁卢才正式开始 法国大革命也从华铁卢之后才真正的结束 但法国人相信,拿破仑通过对欧洲王室的战争 将法国大革命的果实传播到全欧洲 拿破仑虽败,但整个欧洲都通过拿破仑而受益于法国大革命的精神 听众朋友 以上是今天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 由肖曼编波 感谢收听